都没有了 不排除要向台铁提出国陪 明星王秋军超 媒体报道 高雄市议员王灵娇也惹上这样的交通纠纷 8月底她在行经五福路跟中山路口停红灯的时候 跟停在她后面的车厢撞了 当时王灵娇说是后面的车追撞她的 所以交通大队就裁决是后车驾驶洪小姐的错 不过洪小姐觉得很不平 她觉得当时明明就是议员倒车才撞上她的 所以她自己调出了路口的监视器 发现果然是如此才让警方重新采取 黑色宾市轿车行驶过五福三路 一辆黑色轿车跟在后面 因为红灯而停了下来车才刚停好 原本已经消失在画面中的黑色宾市轿车 却突然往后退撞上后方车辆 宾市轿车上下来的人正是高雄市议员王灵娇 写着名字的竞选背心还穿在身上 一下车就先生夺人 议员出车祸附近派出所的所长还穿越马路赶过来关心 眼看人越聚越多 王灵娇脱下背心继续理论 警方第一时间踩行王灵娇的说法 笔录上记载的是前车头撞击后车尾 把造势原因归咎于后车车主红小姐 红小姐心有不甘 申请调阅路口监视器 警方看了画面 才将造势原因改为前车倒车时不注意其他车辆 周一上午才看到引带画面的议员王灵娇否认说话 我就打空档我在停红灯 我前面也没有车子 所以你一开始你不知道是你的车子后退撞到人家 今天如果他觉得跟我连结得太近 那我今天车子稍微打空挡后退 你说全部都有不起责任吗 王灵娇在议会树油小辣椒之称 发生车祸不改本色 坚持要做车祸鉴定 目前双方已经进入调解 但没有共识 民事新闻洪晋级高雄市报道 好 继续我们的独家报道 来看台中市黎明社区有名众 向民事新闻监视